扎文斌使了个眼色道 丑子 丑子立刻兴领神会地走到那画轴的旁边 仔细地端详了起来 一番检查过后肯定地说道 有些年头了 起码是在三百年左右 莫测自然 人物神韵饱满 用的是上等宣旨 有点宫廷画的感觉 何先生眼力不错 这幅画也是出自祖上 祖上曾经有先辈 就是宫廷画师 这幅画是我唐门传家宝 但画中的人物 却不是那个时代的人 你说奇怪不奇怪 抽子这回没有开玩笑 只是问道 何以见得不是那个时代的人啊 你没看到这画像后方 还有两个人吗 画的是远景 要是拿放大镜子细看 这两人手中拿的 却是现代的枪械 如假包换的AK系列 这种枪苏联人不过五十年代才发明 三百多年前的古人怎么会知道 抽子有些狐疑的 当真 当真 不信 不信 何解证可以试一试 好 超子二话不说就回到了屋内 考古放大镜 他有的是 拿了就又匆匆地赶了回来 对着一照 半晌 他惊得自己话都快说不出来了 天哪 这个人 好像是我 扎文斌抄在 灼熊还有大山 四个男人围坐在客厅的桌子上 桌子上放着一幅画 一只精美的盒子 一旁的放大镜 还在微微颤抖 每个人都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又一遍 一直到他们一个个都说服自己 这只是个巧合而已 韩坐在椅子上 觉得最难以接受的 还是超赞 画中那个人物的表情都和他一样 一瞧就是个掉耳朗当 却下手死黑的狠角 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不是你们两个 难道是我长得比较帅 还是比较高大威猛 容易表现 卓雄略带鄙视的眼神说道 我们没你能嘚瑟 我看是你们俩已经战败了 所以才会把英勇的我放在文明哥身后 这说明无论什么时候 我都是您最坚强的后盾 是吧 文明哥 别拼嘴了 唐远山是什么来历 我不知道 也不想去知道 明儿咱们一块过去瞧瞧 收拾完东西 扎文兵扭头回了房间 又去捣过什么了 超赞扯住准备出门的何图说道 哎 何图 最近你师父老窝在里头干嘛呢 我咋知道 八成是研究道法吧 我看他里边点的都是蜡烛 超赞胡怡地自言自语道 道法 在家里弄什么阵 真是奇怪 行了 你走吧 明天我们要出门 你自个儿在家好好待着 记住了 超叔 其实超子不提 何图也觉得 扎文兵最近有些奇怪 老是神秘兮兮的 有一次啊 何图晚上起夜 看到扎文兵在院子里看星象 嘴里嘀咕了一句什么时间不多了 问他什么时间 他却打岔 几乎每隔三天 何图就要帮他去买蜡烛香油 消耗量很大 全都是用在那个房间里头 屋子的窗帘拉得很严实 进出房门的钥匙也只有扎文兵自己有 一进去就繁琐 一蹈过就是一整天 谁也不知道到底是在干嘛 当天下午 唐远山就派了人来接 到了省城就直奔机场 晚上七八点 飞机到了福建 接着又转车 到了后半夜 总算是停在了一座小镇上 镇上有一家小旅馆 几个人被分别安排住了下来 这一路的颠簸累得够呛 来不及洗漱 就直接倒床睡觉了 哪里还去管此处是何方啊 到了第二日才知道 原来这里是福建五一山 西北边的一座小镇 名字呢叫朱七镇 镇子不大 位于山澳里头 面积七八平方公里 两边都是山 中间一条河把小镇分成了两块 东边是居住区 西边呢是农田 早餐很简单 白粥馒头咸菜 倒是挺符合扎文斌的清淡的口味 用餐的时候 唐远山才开始介绍 自己祖上是这里人 不过呢 距离此地还有半天的路上 只是再往前 就没什么合适的落脚点了 需要的东西基本准备妥当 不过没有钞子想要的八一杠 甚至是没出现火气 这唐远山啊 是来迁坟的 又不是去盗墓的 所以呢 基本都是一些常规用品 两辆越野车开始撒了花的跑 钞子一开始还觉得 这山里挺舒服的 可是好景不长 当公路完全被山路代替的时候 各种早上吃下去的东西 便开始反胃 大家伙都开始出现 不同程度的晕车 四个小时之后 车子停了 打开车门 面对着的是一望无际的森林 超子下车又干呕了几下 早上吃的那点早点啊 全吐完了 现在只剩下胃酸了 他一边擦着嘴 一边问唐远山 哎哟 您家祖宗以前 就住在这么鸟不拉屎的地儿啊 才说完 只觉得鼻梁上有东西 用手一抹 一团白花花的鸟粪 唐远山喝了口水 对扎文斌说道 还要再走一段山路 听说以前车子也开不到这儿来 二十几年前 他们伐木 才修了这么一条山道 不过政府早就不让砍了 现在又成了原始森林了 我这也是第一次来 你以前没来过吗 没有 我的曾祖父曾经去过 那这坟里 埋的是你祖上什么人啊 一位很早的先祖 当年曾祖父带着那位高人一起来的 那位高人说 现在还不是签的时候 然后给了曾祖父一张条子 上面写的日子就是今年 我们大概还有三天的时间 抽子听他这么一说 有些不乐意了 还有三天时间 那你这么急把我们叫来干嘛 时间隔得太久了 曾祖父留下的只是一张草图 真要找到那坟 估计得花点时间 我怕万一错过了最佳千坟的日子 这是祖上一训 我不敢违背 所以不得已才提前 往扎先生谅解 草图 百年前留的一个草图 你把我们弄到这儿来 唐老板 是不是玩笑开得有点大呀 这片林子少说也有上千个平方公里 就是我们这儿的侦察兵 用一个连队的人 少说也得一个月呀 唐远山看了一眼扎文斌说道 你们是要一个月 但是扎先生未必 观山巡龙点穴 对先生来说不过是家常便饭 这坟本就是靖高人所点 当时就说 可保我唐门八百年兴盛 如今到了该是洞洞的时候了 这次来 一是让扎先生找到这座坟 二呢 便是还想请先生 再给寻一处粮学 使我唐门再往五百年 张文斌喝了口水 笑着说道 八百年 哪个帝王登基的时候 都说自己的江山 会传承千秋万代 周文王乃自古第一圣人 周一是我们道门阴阳风水叔叔的起源 所著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摇 更是道家的巅峰造极之作 以他的能力 中国历史上最长的周潮 勉强也就撑了七百九十年 唐先生开口就是保你唐门八百年 此人莫非比文王还要厉害啊 唐远山把玩着自己手中的玉班子 那口气略带了一点骄傲 唐门的确是兴了八百年 至少在这八百年间 唐家从未落魄过 张文斌瞟了一眼唐远山 叹了口气说道 哎呀 别说你唐家 就算是盛唐 也没活过三百年 不过若是唐先生 依旧能够坐稳罗门第一大家族的位置 或许还能再欣赏一百年 唐远山的脸色一变 眼神不惊一切闪过了一丝杀意 低声说道 你怎么知道的 唐家再厉害 能厉害得过孔家 哪代帝王不对孔家后人彬彬有礼啊 奉为圣人后代啊 哼 孔老二不照样在那些时期被抄了坟吗 你唐门能辉煌 在偌大的中国除了罗门之外 还有别的吗 他死了 你自然就是老大 没有想见了